美帝骑士千万件 最最最奇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要假装懂得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奇闻榜 第一条 今日份最哎呀 大美帝一家公司想要颠覆麻将 然后 然后就道歉了 说起这麻将呀 知名度那是字不用说 有人细说这麻将是中国国粹 有事没事呢 来一局就为热闹热闹 据NBC新闻6号报道 这大德州达拉斯 一家叫做麻将行的公司 不走寻常路 想要来点新花样 重新把这麻将牌给设计了一番 结果呢 被人骂的狗血淋头 最后 这公司实在是招架不住了 在5号的时候道了歉 各位大爷大妈 叔叔阿姨 大哥大姐小弟小妹 我错了 饶了我吧 据报道 这家公司呢 是由三名白人女性 在2020年11月份的时候成立的 而重新设计麻将牌图案的想法呢 是来自其中一位创始人 他叫做凯特拉格尔 拉格尔在玩麻将的过程中 发现这传统麻将牌图案设计都一样 没有反映出他玩这个游戏时的乐趣 于是在2020年年底 该公司在网上推出了几款五颜六色的麻将套装 价格呢定在325美金和425美金 这麻将牌上的图案呢 有小樱桃 有蜂蜜罐 有闪电 有不知道是鸡还是鸭的不明生物 有椰子树组成的W字样 总而言之呢 真的是一言难尽 这些重新设计的图案 让不少吃瓜群众接受无能十分愤怒 还有人把这个接受无能的往上拔了一个层面 你们这是剥离了华裔美国人 和这项历史悠久的游戏之间的历史关系 一位吃瓜群众这样写道 麻将是一种有着无限变化的游戏 已经被世界各地的文化所采纳 所有的文化都会说 麻将行公司重新设计的这一套 是荒唐的昂贵垃圾 另一位吃瓜群众这样评价道 以防你不知道 将其他国家传过来的传统游戏 重新设计以符合你们的审美 这是文化剽窃 这批评声如潮水般涌来 一下一下狠狠地拍在三位女老板的心上 这小心脏呀实在是受不了了 麻将行公司5号的时候发文道歉 公司表示 公司的举动是出于纯粹的意图 和对美国麻将运动的共同热爱 声明中还写道 虽然我们的目的是激励和吸引 新一代美国麻将玩家 但是我们认识到 没有对中国麻将传统 给予应有敬意 我们申表道歉 第二条 今日份最吓人 他们听到毛骨悚然的音频 我们将驾驶飞机撞向国会大厦 据CBS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1月4号 纽约多名空中交通管制员 听到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 我们周三将驾驶一架飞机 撞向国会大厦 为苏莱曼尼报仇 报道中写道 这个音频制作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领 苏莱曼尼遇难一周年之际 而伊朗官员长期以来 一直发誓要为苏莱曼尼报仇 目前还不清楚是谁发出的这个音频威胁 美国政府也并不认为这个袭击警告是可信的 但是已经开始对此展开调查 CBS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五角大楼和其他机构5号听取了有关音频的简报 他们认为这一威胁意在暗示 在国会认证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当天 也就是1月6号袭击国会 消息人士称 目前已经通知空中交通管制员 提醒他们出现任何威胁 或者飞机偏离航线的行为 都应该立即报告 2020年1月3号 美国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动袭击 杀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 圣城旅指挥官苏兰曼尼等人 第三条 今日份最紧迫 冷冻机故障 850剂疫苗约两个小时后失活 医院急了先到先得 这大美帝的疫苗接种 进行的如火如荼 但是其中各种混乱的差距真是源源不断 这周一 在大家州北部一个城镇的中心医院 一台用于存放疫苗的冷冻机出现了故障 医院因此紧急派发了850剂即将失活的疫苗 获得注射资格的人们纷纷涌入医院进行接种 据门多西诺之声报道 位于加州门多西诺县尤凯亚市的基督教会卫生医疗中心 储存着莫德纳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然而这存有疫苗的冷冻机在周一半夜2点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故障 而医生们直到上午11点半才发现了这一情况 现在这世道新冠疫苗多金贵呀 话说这莫德纳疫苗在室温下保存12个小时后就会失活 因此呢医生们只有在剩下的2.5个小时内尽可能多的注射掉还没有失活的疫苗 尤凯亚市的消防员艾里克向媒体透露道 尽管出现了紧急情况并且一度发生了混乱 但是医院和政府处理的很好 当时也有很多人正打电话询问疫苗的事情 据旧金山记事报报道 这一事故发生以后呢 相关官员们向养老院派发了几十剂疫苗 同时还向门多西诺县的公共卫生部门送出了200剂疫苗 用于县政府的员工和监狱囚犯 但是这人呢一旦倒了煤 喝水都会撒牙缝 一辆牵引拖车在道路上发生了车祸 阻塞了101高速公路 大量即将失活的疫苗无法运离尤卡压史 医护人员灵机一动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紧急通知 召集任何有资格进行疫苗接种的人员前往医院 并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进行接种 所幸的是呀最终剩余的约600剂疫苗在两个小时内向民众进行了接种 68岁的市民理查德·塞尔泽原本需要排队等待接种疫苗 因为呢这医院注射疫苗的效率非常低 不过身为高危感染者的他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能够提前接种这种即将失活的疫苗 老人说道 这种感觉有点像彩票中的讲 我当然不希望再过一两个月才能接种疫苗 我通过了检查 进行了接种 来到医院的每个人都非常配合医院的安排 没有人说你不需要他我才需要这种话 当然他们也可以完全拒绝接种这种疫苗 因为这些疫苗可能快要彻底失活了 据悉目前所有接种这些疫苗的人都收到了疫苗接种卡 并预约了28天之内的第二针接种 第四条 今日粉醉瓦物 苹果CEO库克2020年年薪曝光 比2019年还要高出300多万 虽然去年这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乱了很多手机厂商的节奏 不过苹果终究是苹果 iPhone12全球卖得很欢 这苹果的CEO库克很是满意 最近呢 苹果公布了公司高管2020年的薪酬 其中这CEO库克的总薪酬是1477万美金 这比2019年的1156万美金还高了300多万 但是呢 还是低于2018年的1568万美金 在去年的薪酬中 包括了300万美金的基本工资 和非股权激励计划薪酬和其他的薪酬 根据苹果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备案文件 苹果公司将在2月23号9点的时候 举办年度股东大会 苹果股东大会通常是在乔布斯剧院举行 但是今年呢 将完全改为线上形式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美的奇闻榜全部内容 刀的刀刀刀 刀比刀 刀完今天 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的奇闻榜 等你来哦 刀刀者 cette无화 刀刀ki 词